112年度雾峰球场会员被告尔夫联谊赛 这两天热闹展开 赛事一年举办两天分为上午以及下午两场 总共四场 吸引500多位好手一同切磋球技 这一次同时也邀请知名艺术家展出雕塑创作 让球友享受集球乐趣之余 也能够欣赏艺术创作 在主持人的口号之下 大家一起麦里灰干小白球画出完美的弧度 112年雾峰球场会员被告尔夫联谊赛 这两天赛事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吸引不少球友共享胜举 希望透过这个会员杯大家可以以球会友 然后好好来欣赏我们整个球场的美丽的风景 然后顺便也打球 我们今年呢我们也做了我们南根医师的改建 然后还有包含更多的设备设施 球场设施我们都去做更新 然后希望带给大家更好的服务 那我们也会朝向 因为未来顺应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会朝向5G智慧化球场的方向去努力 那希望带给大家更高科技 而且更有制度的管理 达造一个更舒适 然后而且健康又有效的那个机球环境 我参加几年没重要 但我感觉每年参加很重要 所以说我都来参加 祝贺我们的今天会员杯 能够全部圆满 大家心想事成 一干净动每人都有机会 乌风球场会员杯高尔夫联谊赛一年两天进行 分为上午以及下午两场总共四场赛事 吸引500多位好手一同切磋球技 这一次球场也特别规划知名艺术家展出雕塑作品 让球友能够感受不同的氛围 最近这次接受到乌风球场的邀请 那我们这次在球场的house里面 也加入了一些雕塑的作品 那这些雕塑作品是最近新的系列 我自己的一个新的系列是幼彩系列 那我们是将漆器的这个技法 然后加入到不锈钢的这个材质上面 那也是因为球场 一般我们在球场看到这些自然生态 所以我们在上面的颜色 其实也是取自于大自然的颜色 然后取自于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样的一个灵感来源 尽管天气炎热 但依然不减球友享受打扫白球的乐趣 大家也拿出最佳实力要来争取好成绩 也是展现平时练习的成果 一边集球一边享受生态球场的美好环境 介绍招案台中产报导